妨礙公路 因为你冲撞我们远警 嫌犯被远警压制 双手上铐 低着头部发抑郁 远警不敢大意 小心翼翼的搜索嫌犯外套 会这么小心 全是因为证明嫌犯 所驾驶车辆的车牌 疑似经过变造 远警发觉上前蓝茶 没想到嫌犯不但不停车 还加速逃逸 甚至还直接开车 试图冲撞远警 远警怕嫌犯逃跑 开枪击中轿车的 右后轮终于顺利逮捕嫌犯 远警从嫌犯驾驶的车辆 不但搜出毒品 甚至还有窃车工具 和伪造车牌 遭到远警逮捕 他一改凶狠的气势 向警方求牢 他不仅不听从 反而还要加速冲撞我们远警 所幸本所同仁 反应机警立即跳开 没有遭受到撞击 但是也因此 那个犯嫌不慎 撞击到停泛于路旁的 一部自小 民用的自小客车 原来证明40岁的理性嫌犯 有怯盗和毒品前科 这次驾驶偷来的轿车 被发现之后 还试图冲撞远警逃之夭夭 这下被逮到 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李孟章 谢友云 SNG小组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